做出来了 古德温再来带速度 这个球突得太深了 找到篮下的刘川兴 利用高度高举高打 山西现在是换到了 两个小外援都在 篮下的刘川兴 渐入佳境 有侵略性的 逼迫约克出这种非常难的球 古德温转换当中 攻击篮筐 第一时间没有打进 但是刘川兴的捕篮得手 比较好 已经拿到了9分了 这球原帅 完全被封到了面堵 又是篮下的刘川兴 而且吹了达米安琼斯的犯规 2加1 这枪现在其实是想提升 防守的强度的 但是一个篮板球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 看刘川兴的投篮 这是一个三分啊 原帅还是面对无前的防守 亚洛跟法耶 黄自禄尝试保持在迪亚洛身前 但是迪亚洛的传球很准啊 找到了刘川兴 I see you 盖比约克给到达米琼斯 面对刘川兴的防守 受到了干扰 篮下的刘泽伊 还是需要空间的 背身 谈盖比约克 篮下又是刘川兴 太高了 古德温面对刘泽伊 这是一个后卫 选择了一个抛头 又是刘川兴 漂亮的传球啊 看到了卷切进去的原算